我们现在一样回到简报29页 接下来刚刚都是文字对不对 那AI呢 它目前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个就是文字生成的部分 第二个是不是图片生成 然后第三个还有什么 语音辨识 那你看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第四个 一样我把标题先拿过去 我就把这个先复制起来 拿过来 反正这都是属于任务一的 好到这边贴进去 对不对 你可以先设定格式再贴 或者是设完了再贴都可以 如果我是先贴进来 那你就照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井字号 我两个 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大标题 所以应该一个井字号就好了 一个井字号空格 有没有 这样就是我的第二个 好那我们要生成图片 那我就可以用多栏排列了 因为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跟我们一般在office里面 word里面啊 google文件一样 是不是整页就是一整栏 可是notion它也可以做多栏 它最多最多可以分成五个栏位 这样就是像word里面这样 就是这里排列 然后在横式的排 当然文字跟图片都可以 不是只有图片 那只是我们这边呢 因为我们用AI产生图片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比较多张嘛 我们就可以来试看看 这里补充一下 如果你觉得 我用空格格开 还不够明显 那你也可以加上一条分格线 这样可以做比较清楚一点点的这种分格 那在notion里面怎么中格线 比较 这个是在我看一下 加入分格线 好像是在24页的样子 对对对在这里 24页 有没有 divide的 这个 你可以斜线divide的 更简单的 三条 一横对去 不是三条底线 是三条的一横 好 来我们试看看哦 来试一下 来这边 好 我先找那个标准的 你看一个加 然后呢 你找 往下找 往下找 divide的 在这里 有没有 这样就有一条 我们讲的那个水平线 网页上其实有这个 那如果你懒得这样 就是三条线 一二三 有没有 就有了 这个不用加那个斜线哦 好 你就直接三个 点点点就好了 不是 不是点点点 那个 一横 三个一横就可以了 那它本身也是一个区块 有没有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区块 所以你要移动往上往下都可以 都可以做一个区隔 好 那不要的就delete的掉 这样 OK 好 这个是多补充一下 那既然我们要用AI 我们来看一下咯 来用AI生成图片 这里 我有列出几个 让你来选 好 那因为这个礼拜 我们用过Canva的嘛 所以我今天就不要用Canva好了 我们来看看 你可以用bin 也可以用这个 也可以用myeditor myeditor最近也增加了这个功能 我们先来用它一下 好吧 用myeditor 因为它有中文 这个是训练的服务 就是各位你平常有用到 听到威力导演那一家公司 好 来我们来生成一下 你看点进来 好 有没有都找到这个网站了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 我也把这个网址贴在我们聊天室里面 那它最近增加的这些功能 它其实增加的速度还蛮快的 它不只可以处理图片 还可以处理声音 声音的部分可以把你做什么 人声跟乐器 或者是背景音乐的分离 效果也蛮不错的 好 那我们先用这个 因为最近应该大家 都有很多朋友 不是都换大头的吗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 有没有用Notion那种风格的 现在不要 我直接把照片转成卡通话 好不好 来看一下 你自己的照片变卡通话 变怎么样 可以吗 你看它支援了 档案其实 档案大小可以支援到50Mb 够大了吧 那这个呢 还有很多风格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用自己的 你也可以用它上面的 或者你去一些免费的图库找找看 也可以 OK吗 来我们先试一下好了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 美女的 点一下 你看一下右手边 有没有看到人家的风格还真的很多 对不对 你要这种的 但是注意一下 有Try的 你可以试看看 但是那个是属于付费的 所以它还是会生成出来 可是会有一个浮水印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个有黄黄的 觉得想要试看看了 没关系 你就试一下 那这种 没有那个标示的 就是完全免费的 怎么样 还不错吧 要不要把自己 换一下 来来来 给各位试一下 好不好 因为它最近才推出了 我觉得效果还蛮好的 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 你可以丢上去 实际测一下 那我也来丢下我们家的 我来试看看 哈哈哈哈 我来找一下我的我的 我看一下我的在哪里 所以自己哦 自己的大头自己做哦 哈哈哈哈 这样应该没有很过分嘛 看一下我们家的档案在哪里 我就用拖曳的过去就好 好吧 就用这一张 丢过来 这一张 来马上变一下 这样会比较帅吗 哈哈不会 哈哈 好 那这样你裁接 好 裁接一下 哎呦 果然有变比较年轻一点 这个还好 这个卡通话多一点 嗯好像还不错哦 呵呵 这样你会不会以后都不敢用真面目出现了 反正自己玩玩看 哦 这样子 好 好 所以找一个你比较满意的好不好 找一个比较满意的 不管你 有没有付费的都没关系 哎 你觉得找一个比较满意的 麻烦你帮我们贴到白板上好的 白板今天都还没有用到 哎 麻烦你帮我们贴到白板上 大家来看一看 当你变卡通话之后 大家变什么样子 哎这个啊 我顺便提一下 如果你要下载 假设这样做好要下载 那你要登录注册哦 可是因为我们需要的图不大嘛 所以 你直接用抓图的就好了 好不好 哎你可以直接用抓图的方式把它复制起来 存起来 贴到我们白板 然后你 也可以把它存起来之后 等一下我们就 在这个notion里面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你看把它复制起来 贴到白板上 各位 我先贴咯 那换你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利用notion 来为notion这边贴过来 贴进来 有没有你看我把它贴进来了 所以 你的资料 不要客气 就是复制贴上 就是复制贴上 那贴既然太大怎么办 来这里 你看 滑过来 他旁边有这个 你就可以把它缩小 缩缩缩缩缩缩缩 对不对 好 像这样子 就可以缩小 那他预设呢 会置中对齐 在这边 你看滑到这个照片上面 有没有 他现在对齐 是在这个小小的地方 现在是至中 如果你要靠左边 你就点一下 这样他就会靠到我们 左边过去 好那 至于说你要 哪一种就 随便你啦 可以自行决定 那各位你不用担心 这边的缩小 并不是把他的 档案真正缩小 他只是显示上的缩小而已 所以如果你真正 你想要拿出来 你可以点两下 多多 这个是你原始的大小 你还可以按右键把它下载一下 所以你的 这个尺寸 不会 超过我们刚刚讲的免费是上传档案是5Mb 我们没有那么大 这个都大概几十K到一两百K而已 好我们等大家一下 有人有猫咪的 可以可以 这个的话我都会建议大家 其实你可以先做去背效果会比较好 效果比较好 去背 应该有很多工具可以用吧 如果你要简单一点 对 刚刚那个网站也有去背 来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里 有没有物件移除跟图片去背 所以训练这个其实还蛮不错的 重点是有中文 所以如果你要去背 你就到这边 但是 因为你的土要先 下载 因为他这里不能够直接复制贴上 你看我在这边复制贴上 应该不行 对他一定要存成档案 所以 你要把你的那个 截取之后把它存下来 然后丢到这边 你就可以先把图片去背完 再来卡通话 这样好不好 有同学问到 我有扶索应可以去除吗 可以 付费就好了 不要这样子 人家也是 要生存好吗 既然他都已经告诉你了 那个是付费功能 有扶索应就是希望你支持他一下好吗 喜欢 还是要订阅吗 哈哈哈 好不好 这没办法 这个 人家的 总是要有 心力 哎呦 耶 西西同学 进来了 好 给大家一点时间 先试看看 所以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用这样方式来学NOTION 比较好玩 对不对 你可以学到AI的 又可以学到NOTION那边怎么去操作 我比较担心的是各位以后你不能接受 现实的自己而已 哈哈哈 哦这个 这个是谁呢 嗯 也蛮好玩的 哎 没办哦 Kenny Kenny 这样 大家 虽然没有开镜头 有没有感觉到这样也可以 看得到大家 大概长什么样子 还不错 其实训练的服务 其实训练的服务就包括威力导演 然后他有一个叫做相片大师 好所以 刚刚那个服务啊 其实就等同是那个相片大师的延伸服务 来你可以处理声音 可以处理图片 那他最近又把AI功能加进来 所以 还蛮不错的 只是 很奇怪 好像中文的服务 大家都比较 不知道 都比较知道英文的服务 这样子 中文好像大家都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 其实他做的还不错 你若用Vertrude的也可以 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没有用到Vertrude 我们用一下Beam好了 因为Vertrude我昨天 另外一个场合有介绍过 我们介绍一下Beam也很好 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Beam 看这边 Beam这里的话就是微软 自己的 那个 就是AI 他一样有 跟ChimpGT一样的核心 他也有对话 但是他也利用了 ChimpGT里面生成影像的答一 这个 也可以来生成图片 所以 你在这里可以用中文 可以用中文 比如说 我们可以来试看看 这个 我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太多想法没关系 他这里有一个叫做给我惊喜 有没有看到 你就让他产生给你看 那他有这个使用量的限制 我记得一天好像是100个点数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 给我个惊喜 好他把这个打进来的对不对 你就按建立 我不知道 Back to the future 很好很好 回到未来 不知道各位对这部电影有没有印象 最近刚好在看电影台 有看到 来来来来 跟我同一个年代的 请问对回到未来 这部影片 电影 有印象的 帮我按个加3吧 果然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年代的 回到未来好像 像有我上次看到是第3集 他好像出了3集 这台车 就是他的飞天车 但是在第3集 后来他回来了 就被火车撞烂了 然后那个博士呢 就开了 会飞天的火车回来 所以呢 各位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们的回忆 回到未来 其实以前在 看这个也都很好玩啦 就是这两个 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 那个 主要的演员 就是他们两位 所以还蛮错的 这台车在这里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 并产生的 就是这一台 所以你要呢 就直接把它复制 对不对 好 一样的把它复制一下 我就可以拿到我们的notion 里面来 一样把它贴上 它 都会放在正中间 都会放在正中间 预设 所以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再产生看看 如果说像这样子 各位呢 你不太有想法 那也没关系 我们就怎么样 探索一下别人的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 你滑过去 它上面都有 这个 图像的这个 那个 promote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 有没有 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 我看一下 有有 在这里 这个 你看 我把它复制起来 它告诉你 你可以翻译一下 没关系 翻成 英文 翻成中文 英文有这么下面吗 英文 英文 是我看错了吗 看到了看到 来 有没有 宁静的度假 湖边小屋 你看 朋友里面还特别指明水彩化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刚刚是用选的方式 对不对 在训练那边 那你在这里 如果你是这样子 那你还 你还可以指定 我要 在哪里 在日月坛好了 在日月坛 这个 这个 我们试看看 中英夹杂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你看他这里有 有没有 还可以 还不错 有感觉的 所以你看我就把它复制起来 拿到我们的notion里面 一样我还是把它贴上 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当我贴成这样的时候 其实就 好像比较浪费空间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先把它调成差不多大小 所以我们 赶快来进行我们的多栏排版 在notion里面呢 它最多可以到五个栏位 那怎么排呢 来 差不多的 你就按着它 你可以按着它旁边这里 拉拉拉拉 拉到哪里 拉到 右边 你看我们原本上下 是调整 上下顺序 我拉到它的右边 有没有 放开 拉到它的右边 放开 它会自动把你调整 会自动把你调 这样是不是就变三栏 当然如果你有文字 比如说我要把那个提示词 我再放进来 那我就把提示词 也把它放进来 比如说第一个 刚刚这个 不对 这个 你看像 我这边就有一个小工具啊 我们家的那个 剪辑 要重复使用很快 好 你看我把它丢丢丢 如果我要丢到这个旁边 我就丢在这里 有没有就可以跟文字一起排 那最多是到五个 这种方式是 等于是事后排版 也就是说我一开始没有特别规划 那我就利用拖曳的方式完成 那当然如果你本身 我就想说待会我就要 接下来的不管是文字啦还是图片的内容 我希望怎么样 就是用两栏的 一开始就先规划好 那也可以 所以你就来这边 直接点 把这个地方 有没有 Tun into 转换成 两栏 三栏 四栏跟五栏 都可以 所以你看我把它点进去 你就会发现这里可以点 右边这里也可以点 虽然它 画面上不会有特别有那个虚线告诉你说这里可以用 好但是你就可以像这样 那我就可以把 我的 一些 这个 相关的内容就把它放进了 好比如说你看像这个 这个是那个 回到未来 对不对 这个 回到未来 其实这个名词有点奇怪对不对 未来为什么会都回到 好 像这样子 好那 你如果要再丢过去你也可以丢这边 对不对 放进去 这样就最多五栏了 紧绷就到这里了 没有办法再增加了 好 所以 这个部分你可以参考 那 你如果要把它变 条列式的选单 一样的 我们刚刚贴过来是不是有变条列式的 如果你是这个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我的 来我把这个拿下来 好了 你要 拿出来就按着这样丢出来就好了 等一下 我们家滑鼠怎么怪怪的 来 点到他的那个 来我把它丢出来 好假设这样子 那我想要变那个清单 好那怎么办 因为我们刚刚在AI里面是直接生成吗 这里还记得 那如果我现在要转换 假设你要用的是像这种的 我们 很简单 一样 就一个 这个 有没有看到一个新字号 冲一个 就有了 来 我们 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 再 介绍一个 那个 叫做 马档语法 刚刚的大标次标在这里 来 底下 有没有看到 新号 加一个空格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是那种 轻 编号的 你就直接打 1 一点 空一个 就可以了 那他后面就会继续编下去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空一个 是不是就有了 如果你不要这个 我就 一点 空一个 他就变成项目 那个 清单的编号 2 空格 所以 这样有没有慢慢感受到 为什么 我们要稍微 记一下那个 马档语吧 你没有记 其实都可以 但是就是会花比较多时间 在找那个选单的位置 因为 以 Notion来讲 他不是那么 像 Office那样子 Word 他都是 就是那个 叫做 格式的设定 都有固定的那个列表 他没有 所以变成很多 都是 比如说你要设定格式 要选起来 然后上面这里 才会跑出来 好 这个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样子 我们的任务1 有没有比较OK的 下面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啊 我们 没关系 就下午再继续就好了 所以 希望大家 用任务的方式 慢慢的去 把 Notion 把它学好 好吧 那我们早上就先到这边 银盛已经出现了 哈哈哈 对 这边 这边 我们的 这边 都对 这边 是 这边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